当垃圾被运到RDF5场内 首先便必须要经过第一次的破碎 把垃圾的颗粒大小做初步的均直化 这个时候 借由磁悬的步骤 利用电磁铁 先把带有磁性的大块金属分离出来 之后的破碎物 会先进入干燥机 以热风来减少水分的含量 干燥之后便可借由两次的风雪 来把比较重而不可燃的东西分离出来 这时候进行第二次的磁悬 确保把金属回收使用 剩下的可燃物质则借着二次破碎机 破碎成为更小的颗粒 这些颗粒接着会加入消石灰 一方面防止垃圾腐败 同时也可以在燃烧时 会抑制、硫细、氯细等有毒气体的产生 最后在造粒机内 破碎的颗粒会被压缩成一颗颗大小形状和热质 军衣的废弃物衍生燃料 RDF5